你好,我是杨卫宇,欢迎来到独立音乐岛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回到台湾了,回到我台北老家的小房间里 新的一年开始了,不知道大家过去这一年来在音乐这条路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收获 我们进入了2023年,看起来网路大数据,社群媒体,以及各项电商配套服务 其实都还在持续成长茁壮的阶段中 新时代的年轻人对于各种网路平台的依赖有增无减 那么关于独立音乐的操作和经营,在新的一年又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我对于网路群众经营的一些预测还有判断 以及当今必定能让独立音乐人走向成功的几个必备技能 只要你能拥有这几个技能,并且有效的执行 那么在2023年,那我保证这会是你音乐事业起飞的一年 首先当然要说说抖音很少全世界的年轻时代 在2023年大概会是抖音突破天际的一年 那抖音绝对是当今自然触及能力最强大的平台 如果你完全一毛钱都没有办法拿来偷广告 或者是宣传你的作品 那么抖音基本上会是你在2023年最值得花时间经营的平台 也是最有可能让你爆红的平台 作为一个客制化的娱乐平台 抖音绝大多数的用户就是在首页无脑的往下滑 然后不小心好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 这也就完全符合我们过去在群众经营中不断的提到 让用户在一个期待未知内容的情况下 让他们能够不小心发现你作品的一个管道 作为一个还有成长空间的一个平台 除了自然触及的能力之外 抖音几乎完全照抄了Facebook和Instagram的广告功能 而且目前也正在快速的完善这类型的服务 所以我相信在2023年的音乐类型的广告投放的版图 将会有很大一部分会被转移到抖音 不过当然我们Instagram也不是省油的灯 Instagram Reels在今年大放异彩 而且也不断的在增加全新的功能 那最新增加的是Instagram似乎要开启了付费订阅的服务 那Instagram的演算法也不断的提供触及红利 给各式各样的所谓的Reels的创作内容 而这个趋势在2023年也只会持续的放大 那尽管都是直视短影片 但是Instagram Reels和抖音的区别 将会在品质和发表频率上有比较大的差异 我认为 Instagram演算法整体将会更倾向于 所谓的高品质制作的内容 而抖音将会更倾向于 所谓的固定稳定产出的使用者 甚至就是将过去的影片能够不断重复上传曝光都不是问题 所以经营抖音最大的关键会在于 你能够发多少影片 那尽管你完全可以将同样的影片拿来同时经营两个平台 就是Instagram和抖音 但是就本质来说呢 Instagram终究是一个所谓的社交平台 讲究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和互动 那抖音定位在所谓的客制化娱乐平台 那他讲究的是为每一个人提供最适合的娱乐性的内容 那么既然社群媒体网路平台和串流服务 都将会继续站在这个时代的浪尖上 那么音乐人经营群众的最主要方式 就同样会围绕在这些服务和平台之间 并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在2023年我相信以数位电商的方式来经营独立音乐人 就不会只是在欧洲和美国这样的一级音乐战场是作为主流 那我相信在其他的地方像是亚洲甚至非洲 或是其他地方都会开始蓬勃发展 那么随着个人电子支付 以及客制化内容的使用者需求 逐渐普及到世界各地 那群众将会更希望可以找到更贴近 他们所谓自我情感的这些特殊的艺术作品 同时也会更容易以电子支付的方式 让他们能够更直接的去支持他们喜欢的艺术家 既然独立艺术产业将加速走向所谓的数位经营的模式 那么我也在这边替大家整理了数位电商时代 必定能够让独立音乐人走向成功的四个技能 第一个技能就是吸引注意力 群众注意力就是金钱这件事 矽谷的大佬们已经不断的展示给我们看 他们提供用户免费的平台 免费的内容 然后免费的演算法 免费的通讯功能 免费的社群系统 那唯一他们要的是什么 就是用户的注意力 只要拥有用户的注意力 那么大把大把的钞票 就会每天源源不断的飞来 而对于独立音乐人来说 要吸引群众注意力的方式分成两种 一种是不花钱的叫做自然触及 也就是你在自己的粉专上面发文 然后什么都不用做就会有人看到 另一种就是要花钱 就是我在做的广告投放 不论是需不需要你花钱的触及方式 都需要你了解平台使用者的使用习惯 然后为你的音乐作品去创造更适合的内容 你必须要去了解影片格式 然后适合的拍摄手法 或是剪辑方式等等 甚至包括所谓的文案内容等等 这些都是社群媒体网络时代 在吸引注意力的时候 你必须要拥有的知识和技能 不过简单说呢 就是请你避免不必要的多镜头剪接 然后直接面对镜头演出 然后文案尽量用一句话来 引起使用者的好奇心 其他没人在乎的东西 例如像是Critic List 这种东西 就不要写来降低触及率 当然找到能够在网路平台吸引注意力 又同时能够展现你作品价值的内容形式 这当然一点都不容易 这也是我们独立音乐岛的课程 就是单曲发行权攻略 在教大家的内容 那么第二个技能呢 就是维持注意力 在你拥有吸引群众的影片之后 要维持他们的注意力 其实也同样的没有那么容易 在国外的独立音乐经营理念之中 有一种叫做所谓的主题轮盘的这个理念 群众对于艺术家的支持 根本核心在于创作者本人的艺术价值 而这份艺术价值不会只存在于作品 而是会成为创作者本身人格的一部分 那么主题轮盘的概念呢 就是围绕艺术价值所创造的各种相关主题 例如CP音乐人的主题轮盘 可能就会包含所谓的宇宙能量 那水晶 小香菇 然后灵性觉醒 有机生活方式等等的 让音乐人除了在作品以外 还有其他和艺术价值相关的内容 可以一起塑造出所谓创作者本身的艺术形象 同时也让创作者可以不断发布新的内容 来增强他们的艺术形象 同时不断地出现在版面中 维持群众的注意力 国外的独立音乐人 在维持群众注意力这件事情上面 所下的功夫其实是最多最多的 种类包含定期的podcast 可能聊一些作品相关的故事 或者是定期的影片记录 记录音乐制作的流程 或者是定期的直播演出和群众互动等等 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当然就是定期 维持注意力的关键就在于 让那些支持你的群众 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 可以固定的获得关于你的最新的消息 并且和其他一同支持你的人 有一个互动交流的机会 如果你拥有吸引注意力和维持注意力 这两项技能 并且能够持续进行 那么你就已经拥有加入 这个大航海时代的门票 当今所有你看到的网红和意见领袖 几乎就只是靠这两个技能 就拥有现在的成就 但你是艺术家 艺术家和群众之间的情感 可比娱乐工作者来的深入许多 而且要创造更深入的情感需求 那么你就需要更贴近个人的对话管道 接下来第三个技能 进行单独对话 去中心化这几个字 在虚拟货币崛起的这几年 就不断的被拿来讨论 其实在人与人沟通这件事情上面 人类早就拥有一个 不被任何大企业所控制和垄断的沟通管道 那就是email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的信箱 它不属于任何人 而且理论上它也永远不会消失 这个世界所有的知名品牌 不论是家电 服饰 食品 或者是运动用品等等 最最最努力在创造的 就是和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关系 为了能够创造所谓的忠诚的消费者 这些品牌无所不用其极的 吸引你提供他们和你一对一 进行互动的方式 不论这个方式是email还是简讯的号码 或者是whatsapp的互动机器人 拥有能够和消费者一对一互动的管道效益 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 依照2022年的统计 花在email销售上的投资报酬率 电商品牌在email上平均每花一块钱美金的投资 就可以赚回42块美金了 所以大品牌们想尽办法去提供你折扣码 或者是免费赠品 或者是免费服务等等的方式来换取你的联络方式 不论是手机还是email 但是对这些品牌来说 要和消费者搏感情 真的是一件太难又太尴尬的事情 你想想 就算一把吸尘器做得再棒 你大概也很难会成为那个品牌的支持者 然后说你是忠实粉丝 你大概也不会知道这间公司的CEO是谁 最多你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品牌推荐给喷酒说 这把吸尘器很好用 但是相反的 艺术家在这件事情上基本上就是无敌的存在 你想想 如果你最喜爱的音乐人 忽然有一天写了封email 告诉你他这一天过得怎么样 那你想想你会有多惊喜 但是如果你的吸尘器公司老板 写信告诉你关于他一天过得怎么样 你大概会满头问号想说刚我屁事 对吧 在设计诱因来获得群众一对一互动机会 并且建立情感连结的这件事情上 基本上他完全显现的是现代唱片公司的无力 你想想几乎所有的产业类别 不管这件事情有多尴尬有多困难 他们都会想尽办法在这件事情上大作文章 来想办法和你搏感情 结果最适合利用这个方式来经营群众关系的唱片公司 在这件事情上几乎是可以说完全的弱智 你或许有在艺人网站上面看过订阅电子宝 来获得这个艺人相关最新消息的栏位或者是功能 但是说真的谁在乎什么最新消息对吧 要我他妈要你最新消息 我追踪你的社群媒体就好了 唱片公司甚至还要买广告买新闻 告诉大家这个艺人的最新消息 我何必追踪你的我还要一个一个字敲键盘输入我的email信箱 我何必要这样做对吧 人家别的产业可是送优惠嘛 然后送赠品 然后苦苦哀求你好不容易才换到这个珍贵的机会 能够来获得你的email信箱 所以呢在数位时代的独立音乐人 你的第三个技能就是要知道如何设计一个难以抗拒的诱因 让你的追踪者抢着把他的联络方式交给你 好让你在未来不论脸书IG还是抖音推特这些大公司会不会倒 都不会影响你直接和最终者进行沟通互动的机会 举例来说有些音乐人会提供一些未发行新歌的demo台 然后有些人会提供一系列不曾公开的幕后纪录影片 然后也有些人会提供和音乐人本人直接进行线上接触互动的机会等等 拥有创造和群众单独进行对话的技能能够让你更深入阐述你的艺术价值 并且更深入了解你群众的内心想法 然后让你和一般网红区隔开来 然后打造出一个以你为中心的群众支持网络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几乎完全免费就可以让你做得到 那在过去这一年我也替一些海内外的音乐人 创造了这样的互动对话系统 然后去挽救一些惨不忍睹的演唱会票房 或者是实体传记销售 那最近我也在计划开始制作新的课程 能够让华语独立音乐人有机会可以开始和群众单独的深入互动 让那些必须深入了解才能感同身受的艺术价值 有机会能够传递开来 而不是只有专注在普世情感的流行音乐有机会能够让大家看见 第四个技能 设计专属商品 音乐人天天都在讲的就是不希望自己太商业 不过我说你别傻了 这整个音乐产业最弱智的就是商业的部分 就连你的经纪人都只会靠厂商当干爹才有办法替你赚钱 就凭你一个傻傻做音乐的人也想要太商业 那真的是异想天开 你的支持者正在要求你卖东西给他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能够把前面三个技能好好地执行下去 你的支持者真的就会开始拜托你卖东西给他 人类的情感是需要出口的 不论借由的方式是什么 人们都会想尽办法去展现自己的情感 而购买你的商品证明对你和你的作品的情感需求 同时能够让他身边的人知道他是你的创始铁粉 这就是粉丝们在寻找的情感出口 我会说不论你的群众规模有多少 替他们设计出专属的商品根本就是音乐人的责任之一 这些商品不一定要精致漂亮或者是大规模生产 我遇过音乐人卖过自己的歌词手稿 然后我也遇过有人卖过自己巡回带的首饰或者是配件 然后有人卖自己替歌迷唱生日快乐歌等等的专属录音之类的 这些东西可大可小甚至一毛钱不滑 但是却可以创造收益 并且同时替你的支持者本人带来一个难以估计的心理价值 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在华语世界却完全没有人在做这些事情 在和群众深入对话互动之后 你就会感受到你的群众希望从你的作品中得到什么 甚至进一步感受到他们希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 满足这些情感需求 然后替你的支持者们创造一个能够代表你们之间情感连结的象征 就是你在这个时代必胜的第四个技能 到此读力音乐的电商操作 基本上就从经营维持到收益达到了一个完美循环了 这就是欧美独立音乐人的经营心法 从吸引注意力 维持注意力 然后进行单独对话 到设计专属商品 如果你拥有这四个技能 那么你的音乐事业将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也有办法能够不断的往前 欧美的唱片品牌基本上已经达到产业共识了 在独立音乐人必须要有自主创造产值的能力之后 他们才会有进行合作的意愿 而如果你拥有这四个技能 那我会说就算没有唱片公司 你的音乐事业发展大概也无人能挡 接下来我也计划将独立音乐岛的课程继续深入完善 单曲发行全攻略这门课程已经教会大家如何吸引注意力 接下来呢 我希望慢慢让大家都能够拥有这四个技能 这四个所有唱片公司都应该要有 但是却根本没有人在乎的技能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呢 记得加入独立音乐岛 然后领取我制作的免费必修课程 接下来我也会在课程重新开放教室的时候 第一时间的告诉你 好了 我是杨维宇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次见